盘点将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二名夫子 实力天境级别 天不生夫子 万古如长夜 夫子是唐国的实际建立者 四大不可知之地 书院的创建者兼院长 人间的真正守护者 乃人间第一强者 实力与天一样高 其境界无举 为古今无数万年来的唯一 无举非无拒 无举即无视所有规则 夫子之前 人类没有修成无举境界的 夫子之后更不会有 堪称是自人类诞生以来的 最强修行者 将夜世界第一传说 夫子是这个时代断层式的人物 他已经活了一千多年 与他同时代的人都已逝去 其他辈分极高的 如骑山大师 也不过才活了一百多年 世间只知大唐有书院 书院有夫子 夫子最高 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夫子的故事 对世人来说 夫子身上最少有两大仪团 其是夫子的年龄 其二是夫子的境界 骑山大师猜测 夫子已经活了接近两百岁 但夫子登天前告诉宁缺 其实他已经活了一千多年 据夫子自述 夫子出生在西陵神国 东面一个叫鲁国的国家 从小跟普通人呢 没什么两样 自幼读书 明理 然后考试 很辛苦的做了一个官员 不料刚审了一个案子 因为年纪轻 脾气大 证据不充分 便砍了一名恶霸的头 由此得罪了权贵 被人夺官去职 此后夫子便闲居在家 在他三十多岁时 突然对道门典籍产生了兴趣 然后开始看书修行 很顺利的出识 然后赶支 但在修道不获境界时 夫子的境界开始停止不前 在普通人看来 再普通的修行者都很了不起 原本族里对夫子被夺官一事 就有很大意见 但当夫子能够修行之后 他们对夫子的态度 顿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甚至花费重金 把夫子送到陶山来做执事 就这样 夫子进了西陵神殿 藏书楼当起了图书管理员 讲业中夫子如何阅读七卷天书的 为何书院没有正魔之分 夫子在成为西陵的图书管理员后 就开始大量的阅读 道门典籍 书看的多了 便莫名其妙的开了窍 破了不获境 进入洞悬 然后继续向上走 就在这时 夫子发现每天也有个道人 一直在藏书楼里 要知道那时候的神殿道人们 都喜欢去人间吃香喝辣 作为作福 根本没有人喜欢看书 所以当时的道人便显得很特殊 夫子与其结为同伴 两人很快便把藏书楼里 所有的叫点和书籍都看完了 他们便开始觉得无聊 后来夫子和那名道人商量了一下 想着只手冠里还有七卷天书 是世间孤本 没有看过 于是就寻找只手冠 只手冠是一个非常神秘之地 大多数的神殿道人都不知道在哪里 夫子和那名道人也以为会很难找 结果很容易便找到了 为了防止被冠内的人发现 夫子便和那名道人偷偷地看 七卷天书很有意思 但越看 夫子和那名道人心中的疑惑便越深 尤其是看完明字卷后 他们对这个世界都产生了某些疑问 又过了些年 那个道人进了光明神殿 成为了西陵历史上 所谓光明大神官 再一次西陵 让他去荒原传道的机会 那名光明神座 跑到只手冠 去把天书明字卷偷走了 并在荒原创建明宗 事称魔宗 而他也就成为魔宗第一任宗主 不久知手冠 因为明字卷被偷 查到多年前 夫子和那家伙一起偷看天书的事情 没办法 夫子只好离开陶山 好在神殿没太注意夫子这个小人物 那名光明大神官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对明字卷天书产生了疑问 对浩天产生了怀疑 世间之人不懂 为什么书院没有什么正魔之分呢 无论可浩然还是宁缺入魔 夫子都无所谓 甚至还让于莲收了唐小唐当弟子 事实上 魔宗祖师爷跟夫子还是旧相识 江夜中的夫子是如何创建大唐的 因为跟他一起偷看天书的西陵第一任光明大神官 去荒原创立魔宗 夫子被迫离开陶山 去世间巡游 此时世道纷乱 战争不断 士族皇权低落至极 人间就像是一盘散沙 唯一的例外就是荒原上的荒人帝国 因为荒人先天身体强大的缘故 修行者不敢太过肆意妄为 在西陵第一任光明大神官的带领下 荒人逐渐变得强大 所谓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夫子想要改变世间 让世人自立自强 于是他开始四处游学 但可惜的是 没有人愿意听他讲课 因为大多数人每天愁的 是吃喝二字 没心情听讲课 而吃穿不愁的地方 也不喜欢听夫子讲课 因为夫子讲课要收钱 经过多年碰壁后 夫子渐渐明白 自己再强大也没有意义 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世俗政权 或者像道门这样的宗教帮助 恰好此时 有个年轻人半夜找到夫子 夫子以为他是要来拜师 便让他明天清晨去土围东铺 割三斤肉再来 没想到 却是来招夫子 招募手下的 那天夜里 那个年轻人讲授了他的理想 夫子发现他的理想 也是结束乱世 所以就答应帮忙他 而那个年轻人姓李 后来成为唐国第一任皇帝 因为荒人强盛 西陵光靠修行者 无法与其对抗 于是诸国兵甲见胜 皇权见起 唐国趁着这个机会继续实力 忧郁着连续好些年风调雨顺 国力健强 到后来修建了长安城 那段时间是夫子一生最快乐的日子 当初颜色 把阵眼书交给宁缺 南门罐里很多人不服气 岂不知 无论是长安城还是精神阵 都是夫子一手创建的 再到后来 唐国征讨诸国 准备一统天下 唐军虽然打遍天下无敌手 但世间还有座西陵神殿 夫子虽然当时已经非常强大 但他认为自己还不够强大 至少没有把握在 不惊动浩天的前提下 把西陵神殿灭掉 把他的徒子徒孙全部镇压 再后来 在荒人挥军南下 夫子跟那名道人打了一架 夫子一生中打架的次数不多 但从来没有输过